哈囉 大家好 今天又請到了IVY來跟大家分享 職場上面可以運用的新髮 期待我們今天的 咕 掃 玩 其實一開始我想找你來聊 純粹是我個人對你的一種好奇 跟敬仰 聽起來怪怪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你身上真的有很多 尤其在職場上面 因為你人生其實花很大很大一部分 都奉獻給工作 這個中間一定有非常多的學習跟碰撞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而且呢 平時要聽到你說這些還不容易呢 現在基本就只是跟小喬 跟小喬的朋友們一起分享 哇 是不是 所以大家如果想聽 哇 這個真的是 國教材 我怎麼越想越誇張 我想真的 因為這都非常非常難得的經驗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開心 可以繼續跟大家分享 在職場上面也有哪些新髮可以用 在酒店裡面喔 我們常常是在接待貴賓 那整理了一個方式喔 我們可以 把這五感發揮了以後 你的這個整個活動 會比較圓滿 就是有點賓至如歸的感覺 對 因為在酒店講究的就是怎麼樣去款待客戶 而不是服務客戶 因為如果 人家到你家來 你不會想說 我明天要怎麼服務我的朋友 你一定是 明天我怎麼款待我的朋友 所以它有更多的熱情 還有一個 應該說是誠意嗎 應該說是 心思 那五感五感聽起來當然是很簡單啦 因為當初 Ivy想要講五感說 五感不就是 聽然後看 聞吃 然後摸就是這些 然後她就一直跟我講說 這中間的美感非常多 人第一個看到的這個視覺 一個非語言國際專家 她叫做Catherine Malloy 她就曾經講過 人家會給你機會 或你會給人家機會 其實只有7秒鐘 所以其實就是 精氣神 要集中在這7秒裡面 怎麼把你的精氣神 在這7秒裡面ready好 其實它是要下很大的功夫的 例如說 你的妝髮好了 我們在講職場上面 你一定要是到位的 非常的clean and neat 那像在酒店來說好了 我們在整理頭髮的時候 基本上它不能邊邊 有一些毛毛的 讓客人看到你是覺得 你很專業的 可以信任你的 你所著妝的制服 邊邊角角 有沒有燙好 這都是非常重要 你覺得這是很小的東西 但它就是會顯示出 The total presentation 包括你口紅的顏色 之前的話 我們有曾經做過一個實驗 客人反應說 你的同事都沒有笑 我去看的時候 他都有笑呀 好奇怪 這是什麼意思 後來我們發現了 口紅的顏色 其實會佔很大的部分 因為那個時候 流行是比較裸色的 那它就不會凸顯 你的笑容和嘴巴 所以客人在看的時候 他可能被你的眼神 給吸引住了 他就沒有看到你的笑容 後來我們就改了一個色號的口紅 果然這樣子的一個 沒有笑的這件事情 就從我們的 Angels Voice 就沒有了 好誇張喔 光口紅的顏色也差那麼多 對 而且就是說 你在視覺上 要怎麼樣帶給你的客戶 什麼樣的感覺 像之前的話 我們在接待 國際大導演 延安導演 好羨慕喔 我也很榮幸 我有這個機會 近距離的接觸 那我們也精心準備了 Oscar舞台的一個蛋糕 重現它 當年的Oscar舞台 導演看到以後 是非常的驚喜 哇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這個東西 都是在客人來之前喔 會根據他上一次的一些習慣 或者是要蒐集他所有的喜好 因為一般來說 像這些貴賓們來的時候 他們不會只單單來一個 Destination 他不會直到台灣 它可能是一個Ward Tour 那你可以在他上一個入住的酒店 也可以取得一些訊息 會給嗎 通常要透過他的經紀人 再去跟上一個酒店去要資料 懂 我以為很簡單 我可以分享一個小小 我觀察到的小喬喔 就是有一次其實我們兩個一起去碰一位製作人 等一下 這一段我還全不知道喔 好緊張好緊張 然後什麼時候啊 你繼續你繼續 小喬其實他很有這方面的talent 他知道是一個近距離的會面的時候 幾天前他就開始保養他的皮膚 他要讓他的皮膚在最好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製作人他會近距離的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當你在什麼場合裡面 你要準備什麼 這種都是提前準備 而且你已經做到 你要呈現的是精氣神 你用這樣的精神去做事情 基本上大差不差 這件事情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 喔喔喔喔喔喔 我很怕他幫我舉一個負面的例子 所以大家其實不管是你在出門前 多用那一點點時間 去仔細看一下自己的狀態 花一點在這個地方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效果 就是視覺的部分 對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先講挑戰比較大的 受覺和聽覺對 我在酒店工作的時候 最大的挑戰就是 聞不到跟聽不到這兩件事情 反而是最大的挑戰 我可以理解了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很久以前 ivy就有跟我分享過一件事 因為他說這種五星級酒店 其實酒店的味道非常重要 所以五星級的酒店都真的會請調香師 對於企業的這個文化啊 酒店想要呈現的感覺 然後特調一種香味 對 然後我才知道說 啊原來那麼多學問啊 我以為這樣而已 比如說我們只要選擇 我們自己適合的香水就好了 如果不是 沒味道最難 對 沒味道其實是最難 因為酒店的這個香氛 它是在公共區域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像我們曾經接待過一個 華國的一個CEO他不喜歡這種味道 那怎麼辦 他就是要沒味道 那我們只能就是好快速的 check in 直接帶到房間 但是房間的味道 第一個 你就不能有味道的這種鮮花 但是酒店在他入住之前 我們要做很多的這種除味的作業 嗯 那這樣子通常作業要多久 我們大概都會抓三到五天的時間 把這個房間的味道全部去除掉 哇 真的不容易 然後還有講到聽覺的部分也是 對 通常我們進一個酒店 或者是譬如說你到一個家裡面去驗客 然後那個家放出來的音樂 就會讓你譬如說很愉悅啊 對 或是特別興奮啊 有沒有去夜店 啊 多吃多吃 那怎麼樣沒音樂 沒有音樂就是這個人他比較怕噪音 任何的聲音都不能聽見 那像這種的話 如果說在條件允許之下的話 我們會把房間上下左右先留空 不要住客人 上我可以理解啦 那下為什麼 是水管的聲音嗎 小潮你很專業啊 他如果有一些沖水啊 或者什麼 他其實會帶動的 哦 對 那我們就盡量避免這些 有可能發生聲響的事情 那你有接待什麼樣的客人 他對聲音是 那時候你們覺得 哇 是一個很特別的回憶 對 很特別 但倒也不是他會怕吵 而是我們希望他很吵 怎麼樣的客人你會希望他很吵 好妙哦 就是三大男高音的 卡列拉斯 啊我的天啊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人 你跟他接觸的時候就如沐春風 他是一個很優雅的紳士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唱歌 他是很愉悅的在唱歌 你只要聽到他的聲音 你就覺得哇 這一天開始是很愉快的 你要知道就是 卡列拉斯 他在 免費 免費 我們早上都會去 走廊再一排 沒有就尋房的時候 早上尋到他那裡去 然後聽他的美妙的歌聲 哇 怎麼都接在那麼大咖的啊 我的天啊 那聽覺的部分呢 有心急的分別嗎 我就說小潮真的很為我問題 在這上 其實我們 常常會跟同事們練習 講話的音量 它就是有心急的分別 其實輕聲細語 它會讓氣質度其實不一樣的 那在這上面的話 如果你一味的追求說 我小聲就氣質很好 其實不是的 你要是剛剛好 鋼腔有力 聲音又不能夠太大 有時候是緊急的狀況 你怎麼輕聲細語 譬如說 我現在想到一個例子 就是我自己其實也有發聲 我在酒店 然後我要check out 然後我check out的時候 你要簽單啊 要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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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有可能我把重要的東西 就會擺在reception 忘了帶走 比如信用卡好了 這時候怎麼辦 你怎麼輕聲細語 沒有辦法輕聲細語 但是你要快馬加鞭的趕上它 可是你不可能在大廳裡面 因為還有很多客人 然後你也不可能真的跑起來 沒有辦法跑 所以你要小碎步的一直跟 這個時候真的是最累了 那你要出聲音啊 那你什麼 你不能 欸欸欸欸 信用卡 欸先生 你大概就是幾個小碎步 然後就 先生 然後再幾個小碎步 所以 我說小小很微微的問題 都問到 真的是很困難的點上面 這個的確是 這真的是很小的事 但很常發生吧 很常發生 所以 我也常看到同事 我自己也有發生 就是小碎步 所以還要笑著 對 當你趕上客人的時候 妝也花了 頭花也亂 對 剛剛講的視覺什麼都沒有 然後還不能 沒辦法 還不能這樣 謝謝 謝謝你的信用卡 太好笑了 然後 Have a nice trip 那接下來就是味覺的部分 我們要滿足客人的味覺 其實就是要滿足他的喜好 他想要吃什麼 這是最基本的 那我記得 當時Michael Jordan 你是說Michael Jordan嗎 對 哇 我的天啊 我的心臟有點快受不了 我從前面開始講的話 每個都是超大人物的 他來的時候 他喜歡喝一個酒 輝宴 他是一個Vaga 那這個酒 其實那當時在台灣是沒有的 可能都是缺貨 然後也比較少人喝 當時台灣是真的都找不到 後來是請人從香港 趕快帶回來 坐飛機嗎 坐飛機 那還好來得及他到台灣的時候 可以讓他來飲用這樣子 哇 天啊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是酒店 那種感覺就是在台面上 你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遠遠都是很優雅的 可是其實台面下 就是鴨子滑水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這樣其實很忙喔 我還要去香港找一瓶酒喔 對 然後包括有他的這個朋友粉絲 送給他禮物的時候 記得當時是一套衣服吧 那來的時候包裝都在 那它是一個塑膠袋 但是塑膠袋的包法它就不會是 很工整的嘛 不太可能 對 那我們也是經由他的工作人員的同意 那我們就把它拆開了以後 放在一個tray上面 那它看到也有一點 然後怎麼這麼隆重這樣子 但五星級的服務其實 通常它都是要有tray 不能夠直接碰布品這樣子給 對 不行不禮貌嗎 這是一個尊重 喔真的很羨慕你耶 你都可以看到就是這一些巨星私底下一些小表情 喔我自己也覺得非常的這個感謝 而且在味覺方面啊 我知道你之前在的五星級酒店 其實在餐飲都非常的有名 真的非常有名 這要怎麼辦到 整個酒店那麼多餐廳好了 要怎麼樣辦到這個事情 花了太多心思了 我餐飲的同事們 他們在這上面花的心思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辦法理解喔 就是試吃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是一直一直試吃到 這個味道要可以符合米其林 那你要知道要有多大的一個頭目在裡面 然後每一個餐廳他要換菜色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開著宴會廳那種長桌一次 試的是三四十道菜 那麼多 是的 那通常是譬如說是全酒店的員工都來試 還是誰來試 譬如說你不是餐飲部門的 你也要試嗎 我也要試 因為餐飲的同事他們平常就一定在試吃 他們是試到一個覺得還可以 他們就會找其他的主管再來試吃 因為這個時候他們是最fresh的 最直觀的 他們通常都說 哎呀不要請Ivy啊 為什麼 因為Ivy都說好吃 但我是真的覺得好吃 我跟你講其實我們家Ivy是一個吃貨 好有趣喔 那這樣一年要搞多少次這種事情啊 每一次有新菜色 或是每一次有活動都會這樣搞啊 我已經記不得 次數那麼頻繁就對了 非常頻繁 小小的改動或是客人他有對這道餐飲有一些建議的時候 那我們就必須再進行試吃這樣子 就是譬如說今天我去吃 然後我只是叫服務生來 跟他講說 哎我覺得你們這個牛肉可能不是很好 就這麼一句話 嗯 然後你們就會去改動 會去改動 然後改動完再試吃 是的 好誇張喔 不會說你今天請了一個很厲害的廚師來 然後就交給他 哦不會 他一定要讓我們試吃 好忙耶 感覺很容易變胖 哈哈哈哈 是嗎 這個叫做職業傷害 哈哈哈哈 好幸福的職業傷害唷 我也覺得 對呀 好的 我們結束了我們脖子以上的四感 我們接下來來到的是觸覺 在五星級酒店裡面 其實所有凡是客人可以碰觸到的東西 我們都會花很多心思去做研究 包括毛巾床單的支數重量 然後以至於到紙張的棒數 我以為是你們覺得這個被子就特別舒服 然後就OK 不是這樣子 哦不是 有固定的支數 有固定的支數 一般來說大概是300支支數以上 他對人體的這些觸覺會是比較好 當然如果在你的背上的話 他的支數可以大概到200左右 床單的話可能到200 可是如果是被子的話可能是300支 對 他的舒適度會是比較好的 就連這個都要研究 哦對的 一定都要研究 那我想 因為你講到觸覺 上次我講到你很會握手這件事情 這也是屬於觸覺 對的 要不要跟我們講 因為上次我真的很認真想說 握手有那麼大的學問 那所以到底要怎麼握手 小小妳好 妳好 其實第一個一定是 eye contact 哦 OK 對 我有點閃躲 我滿腦子在想說我手應該是 要多快的速度 還是 其實不需要你就放自然就好了 哦自然嗎 好 OK 因為我們在跟人碰面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是 eye contact 小小妳好 所以再這樣 這樣子可以嗎 呃要再更深一點 哦 但小小妳會有一點點的抗拒 所以我們再一次 我有抗拒被妳發現了嗎 妳的手上有張眼睛嗎 妳有抗拒吧 不是就是我有點遲疑 對 這是感覺出來的 哇 對 被妳猜透了 好再一次 小小妳好 這樣是對嗎 握四隻手指頭這樣 在妳的行業來說 它沒有問題的 因為妳是明星妳是藝人 可能妳對於陌生的接觸 妳會有一點保留 這是正確的 那但是 如果是像酒店 或是業務來說的話 它比較需要跟人接觸的時候 它會是從虎口這裡下去 啊虎口啊 這個虎口的地方 要這樣子進去 是 這樣子不會讓人家覺得太攻擊嗎 哦 妳可以試試看 哦我試一下 小小妳好 艾美妳好 欸不會OK 對不會 因為這個是配合妳的 eye contact 在跟妳的微笑 讓人家覺得 欸這樣子的東西 我事實上是 給妳力量 真誠的在歡迎妳 和認識妳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她的這個肢體語言 其實真的是需要 有一點點練習的 但是我們練習的 只是為了要把 我的熱情和真誠 怎麼樣用握手的 讓妳感受到 很有趣 之前跟 Tom Cruz握手的時候 哦 妳知道 那有多少人羨慕啊 沒有 因為我們在接待的時候 所以接著可以握到手 應該這麼講 那個時候 代表酒店歡迎的時候 那妳就會歡迎她 然後會握手 那她的這種握手的力度 就非常溫暖 哦 所以我也要注意我自己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這個東西 還是會傳遞很多 感覺給別人 是 對 所以我 來我讓妳練習一下 好啊 艾美妳好 那好多的嗎 對 那妳看喔 其實這樣 一二三 妳就可以放 哦哦 我剛剛抖動了太多次了 我剛剛抖動了太多 妳給大家示範一個正確的 好 小小妳好 嗯 這樣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練習 兩次 最多不要抽過三次 好 了解了解 哇 這學問好大 大家可以好好回去練習這五感耶 然後好好重新審視自己 說真的 我非常非常喜歡 姑嫂玩這個系列 因為平時 我們都很忙 尤其是現在有小孩 剛剛我們在錄影之前 還在那邊 爹 因為妳知道 因為妳知道 艾美知道就是寶寶好像對於高音頻的 她比較有反應 所以呢 妳看她現在講話是這樣 但是我們在錄影之前 她是 爹 爹 寶寶 搞 哇 肚子 所以我覺得很棒 就是有姑嫂玩整個系列 然後可以讓我們真的有多一點的聊天 覺得非常好 非常謝謝小喬 然後也 謝謝小喬的朋友們 然後呢 今天真的很開心 也來跟大家分享五感 那另外呢 艾美也非常的開心 因為前兩天她跟我分享 在錄像她被認出來了 那天什麼狀況 那天我也是穿上班的衣服 然後在百貨公司坐電梯的時候 戴口罩吧 戴口罩 還認得出來 對 所以我也很驚訝 那妳有講話嗎 我沒有講話 因為就我一個人 然後她就說 妳是點點寶寶的鼓鼓嗎 我說是 對 她說我有看到妳的分享 那我就真的很開心 我說謝謝謝謝 太可愛了 真的很可愛 其實雖然我原本是跟她講說 我們不要有壓力 就像聊天一樣 分享故事啊 分享經驗就好 但她真的很認真 就包括前兩次她都寫稿 那這次終於是沒有寫稿了 但她手機裡面還是滿滿的東西 所以她真的是覺得說 既然要錄 她就很想要可以講好 然後如果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更完整 就希望大家可以在我們聊天的過程當中 也有一點點的經驗可以使用 對 真好 然後 艾美這一次呢 因為礙於時間啦 所以這一次我們還有很多part要做 譬如說 剛剛我們在錄影前 她又拿她的手機螢幕截圖給我看 粉絲想要問她的問題 她都已經留下來了 真的啊 但是我們今天篇幅真的不夠 所以呢 很歡迎大家在看影片的時候 記得要在下面留言 然後對 對艾美有什麼樣好奇 有什麼想問的 然後問我們之間都沒有問題 歡迎留言 然後如果累積了足夠的問題 我們或許可以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解答 好不好 期待下支影片 今天非常非常謝謝艾美 謝謝你 謝謝小喬 謝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訂閱趙小喬你們說 記得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